各位朋友 人民理論的節目再和大家見面 在我右手邊是林毓華 就是Peter 我們的老朋友 講香港傳媒林毓華都參與多了 由報紙 電台 電視台 編劇 編輯 編劇沒做過 雜誌 編輯也做過 網台 網站 什麼都以為 將會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新電台 大班 領導的鴻圖 都會幫忙 剛才我們講到政治和傳媒 最近亞視的江澤民是否細細風波 都引起很多關注 政府的通英 律哥 都離譜了 總統的手段去打壓這個 這個曾處長是離譜 還有所謂的特別區域 令到記者都 核心的保安區 記者都不可以進去 然後慢慢 政府整體來說 這個不僅是通英的問題 整個特區政府的處理問題 唐英年都公開講過 真的好像鼓勵記者 要用政府提供的 那些叫什麼 那些是術語 官媒 官方提供的 官方提供的樣板相片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 每一個場合都有記者採訪 真是離譜 你看到這個演變 你自己會不會感到很憂心 傷心 痛心 憂心就未知的 痛心就是的 真的 因為為什麼會見到一些 傳媒本身作為一個輿論的公器 要監督政府 要代表一些 無權無勢的小市民 要反映大家的意見 要批評 當然對可以賺 不對就要批評 但是我們見到 現在有些媒體 特別有些印刷的 報刊的社論 黑可以講到白白 可以講到黑 真是離譜 那怎麼樣 不是痛心 我作為一個主修新聞 然後當然 有人說我是新聞的逃兵 但是我覺得我這麼多年來 傳到這麼多年的工作 都是跟大眾傳媒有關 跟Mask communication有關 是不同的崗位 剛才說傳媒的所謂 調整的情況 其實過去十幾二十年 已經逐步見到 越來越嚴峻 但是在傳媒本身 我們又看不到 有些什麼特別反彈 直至到最近 這個李克強訪講 這個突嬰 那種的 特別是七一號已經開始了 將部分的傳媒 這個拘禁 跟著就封鎖傳媒訪問 致引起很大的反彈 似乎當傳媒的專業人員 當他們自己採訪的行為 受影響的時候 它就開始有反彈了 但是 他們被這個管治階層 利用去打壓這個政治意見 透過傳媒去抹黑那些政治人物 他們又好像做得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身受其害 見得多 特別我們經常講 這個所謂民主派的報紙 《蘋果》和《明報》 過去多年來不斷抹黑我和《毓民》 包括最近 封鎖梁國雄也是 不單止現場 有些人封鎖他 是媒體上封鎖他 所以你見到傳媒 成為這個所謂管治階層的政治打手 過去十幾年 他們又好像做得很願意很開心 那它有苦果 所以你見到有些另類的報紙上來的時候 當它是為民眾去說話的時候 站在群眾那一邊的時候 他就很暢銷 所以那些報紙是注定沒有前途的 那些報紙是 現在都沒有哪幾個報紙 代表群眾說話 也有的 你也不要這樣說 你見到那些所謂民主派 支持民主派的報紙 其實就很偏頗個人的關係 你看到香港傳統有一個好特性 可能傳統中國人的民族性 或者陶傑所說的 小龍DNA 他們的關係好些 互相吹捧 其實整個香港都是這樣的 我記得80年代回來 香港做社工的時候 是很不習慣的 因為我讀社工的時候 和加拿大做社工的時候 他們不同的政治取向的人 模式很不同的 譬如你是保守那些 就很著重傳統的個案工作 那些的支援服務 加上你是馬克思主義那類的 就推動以人為本 和推動這個所謂經濟的關係 或者經濟的能力的提升 而令到那個市民的自我照顧能力強 就減少家庭問題 就是那個理論很不同 和你在那個工作層面 和在那個所謂政治層面 是看到很清楚 就算在社工界 都有兩股勢力的 但是回來香港做事 一股勢力 和統天下得來 全部都是唯威的 這十個人坐這個董事局 跟著這班人坐另一個董事局 大家互相支持 那些大學學者也是這樣 那些大學學者 對學生好像很前進 但到董事局也是歸縮的 即是表裡不一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那傳媒好些 都有些不同的陣營 有什麼不同的陣營 都有 你看到有些 就算這次 你講港大事件也好 你看到有些是幫政府 有些是齊政府 都有不同的 即港大事件 我們稍後會詳細談 但講香港 譬如傳媒 都是一樣的 和整體香港的組合 地產商互相 互相 投地的時候 大家眉來眼去 你傳媒也是幾個大的機構 或者那些主要負責人 當然有競爭 但是整個傳媒的氣氛都好 第一 那些高層看老闆 你中層那些要看上層 傳媒所謂的專業獨立 和所謂的專業的守則 似乎往往被一些人際個人關係 或者個人的恩怨仇恨 或者是大家的利益 而這個的蒙蔽 或者是影響 但是經常都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 哪個擁有那個媒體 和他擁有這個媒體的意圖 在哪裏 譬如你看回 在我們香港早期有的報紙 有些是愛國陣營的 有些是親國民黨的陣營 是不同的陣營 於是他們有他們的政治理念 然後他們當然是在他的蝙蝠上 和採訪上 和評論上 是走他的有一個很強的路線 我自己獨立的時候 他們對我都仍然沒有什麼 但是我和那個玉敏 一黏起來之後 就當了我和玉敏同路人 他們居於和玉敏個人的情仇 就直接把所有和玉敏政治關係合作夥伴 都同樣是視為敵對的 所以他們整個那個處理 不是基於你那個民主的立場 政治的立場 是基於那個編輯 那個老闆 和某一個政治人物之間的個人仇怨 而扭曲這些報道 你的說法可能講 可能是擁有那份媒體的東署 他的手伸得很長 伸得很入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那些編輯或者那些記者 他同內合污 記者有時候不是的 有時候看的很奇怪 譬如剛才那兩份報紙 有時候你見到記者採訪員 寫的一些報道很中肯 但那個副題和內容不同 那明顯是編輯 記者只是做採訪 但是去到之後 還有很多把關人 很多廚師會加嚴加操 哪個負責寫道讀 哪個負責寫標題 哪個負責 放在哪一版 哪個位置 這全部都是影響讀者 對那段新聞 對那些當事人 那個觀感是有影響的 當然我明白有影響 是正在 gamb design 但正正是因為拥撐權的人 有影響力 有地位的人 他們是利用這個媒體 請 consult 去處理個人愛人 作為一個專業傳媒機構 不會覺得很慚愤 不會覺得很羞恥 今天傳媒性 就是懂得一個字 錢 如果這樣處理是能夠幫他燒到紙的 他就做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剛才你說你跟黃應時 我是老師來的 因為我90年代做議員開始 我最早跟他聯絡 因為當時在港同盟年代 我是廣播政策副發言人 跟文細昌一起拍檔 所以在頭三五年 是跟香港很多傳媒 特別是持有新聞的有關人員 接觸較多 他處理傳媒的態度 相對跟現時新一代那些 他有老一套專業的要求 我想那個時候 可能他們用那個空間去做 還有他自己 他自己在外國做過專業的培訓 他也在那邊的媒體工作過 回到香港是世家 我不做我可以起床 拍桌 跟老闆可以翻桌 但今天我雖說有很多的編輯 甚至前線採訪的人員 為了開發 等喘工樓 沒有法子 所以我們唯一一個選擇 就是我跟玉敏在這裏做一個 傳媒監察力 在商台城外都講 有時候我們覺得 很多年輕人入行的時候 真的很痛苦 學校老師教是一套 出來做又另外一套 當然你說我不對 你就走 但不是個個都可以有那個條件 我不要這份工 我都要開飯 但問題就是大家可以讓步 可以容忍的去到什麼地步 那個蝙蝠有多多 早幾年試過一次 我不記得好像是阿士 有一次引致陸君子辭職 是辭職 那一次就被人覺得 傳媒仍然有風骨 是吧 都不只是那件事 都有其他事項 是 是 報紙都是有它的風骨 是 但越來越少 這個階段 這個是說六四的時候 有人說香港的報紙沒有風骨嗎 包括連左派報紙都很有風骨 是 即是文匯開天窗 是 通心執守 是 其後導致部分 這個所謂左派的傳媒的負責人 都脫離共產黨 有些就去了美國 是 所以 都到大大的歷史的時空下 有一些重大的政治的事件 可能就會刺激到某些人的態度 還有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 《大公報》和《文匯報》 都是商人創辦的報紙 是說言論很中立的 後來是歸了邊的意思 無奈共產黨的 叫遊說成功 香港某些的報紙 六七十年代創辦的時候 都很中立 還有一些評論 升到現在我們都覺得 一點都不中立 都是偏了的 是嗎 政府報那些 政府喉舌報 你看到很多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哪些報紙 經常有政府獨家新聞那些 一般來說 那些肯定是政府報的 那些評論 就是用來醜化 某些政治人物和某些政治組織 還有陳委員 我想你都在政界 或者在公共的政策制定 服務了這麼多年 你都應該要體驗到這件事 很多時候你在外國報章看到那些事 或者見到某些 自己說我是很親中的人 就是他們說的話 都不一定傳達到中央的意思 這個肯定是 他只是估計而已 所以我就說 我現在拿著這本書 一個報人 括弧間諜和作家的故事 羅海磊 他寫他爸爸羅夫 這本書值得看 這本書就是講給我們知道 當日 在國共的 大家在這裡 爭取這個 在誰是一個強勢的領導的時候 要怎樣做這些 對新聞界 對文化界 藝術工作者 去進行這個 遊說的工作 統戰工作 出了很多錯的 都是有 就算有很多人 是 他們扣他母子 可能扣錯的 又或者你看到 譬如說 有些事情要去到 即使六、七年那個暴動 周恩來都說 不應該這樣做 有些人是不聽 不聽話 所以我又覺得 今天我都可以用這個背影來理解 有些人去到那麼盡 可能他自己用的 就不一定是領導 要這樣做 這個很明顯 就算很簡單 你所謂親中的陣營 都有這個 有些和權力核心近些 有些遠些 有一些 即是怕自己不夠勇 要走前些 充分表現自己打手的角色 希望透過這些表現 來拿某些人士的寵愛 但是他們看這本書就知道了 有時候太勇 和認為自己去寧左勿右 他的收場不一定好 這個 每一次的歷史時空 是有不同的發展 例如六四 有一些走到很前 要捍衛學生的 最後有一些 要脫離共產黨 遠走他方 有一些轉得快的 收聲收得快的 當然是為高權重 所以我們見到 傳媒也好 或者政治上也好 很多時候在氣候下的改變 很多的真面目 會暴露出來 剛才你也提到 痛心 對傳媒的發展 香港傳媒 三個主要部分 我想最近發展 第四方面的傳媒 就是網台 傳統的報紙 電台 電視台 基本上這三個主要傳媒 都是被一些親北京 或者親中央的商人操控 或者純利賺錢的商人 很多傳媒蝕錢 大佬 你亞視是蝕 很多報紙蝕 你真正是賺錢 譬如說真是搞傳媒而賺錢 基本上 上市就看到哪一家賺 大家知道 有些上市都蝕 其他方面補 因為你看傳媒有時候很難看 看上去好像財政不差 他這個傳媒是某個大財團擁有 這個傳媒 其他的地產公司 其他的公司跟他賣廣告 其實廣告去收這樣的錢 但那個效果可能是很差的 但今天都很少這些 射著的廣告 各個公司大家都要交功課 有些 還有一個企業的管治問題 如果是一個 無論是左傾右傾 或者中立的一個企業 我要支持和我同聲同氣的媒體 但到最後他都要交 你花那麼多錢就好效 沒有效都要有人負責 傳媒人 特別你看過去歷史也好 特別歐美也好 有些記者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很多很動人的報導 今天都有的 你看到我們都有些戰地記者去到海外 他們都很勇敢去做事 這些報導是令到很多年輕人 覺得做記者是有挑戰 但剛才講到香港的傳媒的生態 和傳媒的關係 就是越來越灰暗 年輕人還有沒有那個動力 令到他覺得要從事記者這個行業 仍然有很多人去選修這個新聞學系 仍然有很多人入行 這個說明了我想仍然有很多人覺得 新聞工作或者傳媒工作 是一個很有挑戰 值得他們選擇作為一個終身事業的崗位 當然一進去可能 他面對那個很殘酷的環境 和他想去輸錢他的理想 可能有一個距離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就要看一下他這些人 有沒有能力去改變 還是他同流合污 我都不如好像某軍 我早日拿荷蘭水蓋 我希望連身過千萬 這樣就不要說了 有哪個傳媒連身過千萬 當然有 有 不說得名 大家看上次的公司聯報就知道 傳媒的行政人員連身過千萬 拍著地鐵總裁 是啊 有的 我是孤陋寡民 哈哈 要先研究一下 大班 哈哈 可能你老友 是啊 那說回傳媒的發展 一個就是剛才你也說 你有份參與 以及管理或發展這個網台 就是網台 人民力量很多朋友都參與 這個網台的工作 網台是辛苦的 但是這個也可能是一個新的缺口 就是說 真是有心的人 才去花時間 無論去參加設計節目 去主持節目 去營運 去打開一個新局面 就是那個勢 可能現在還未成為一個主流 但是我覺得那個凝聚力是厲害的 等到洪濤全面發展就成為主流了 但是洪濤本身都是主流的廣播電台 他不是一個網台 現時來說基本上分 你主流傳媒還是主流傳媒 網台是第四種發展 是啊 你說是另類 主流傳媒很少在這個網方面 是成為主流的 但是除了洪濤的發展 當然他就轉數碼廣播 但是他另一個發展 也都是把數碼廣播 轉為這個網上廣播 那現在商業電台也是的 鄉電也是的 但是商業電台那個風格 和那個路向 和收聽網上節目的朋友 特別市民很不同 就是你收聽開 特別是《旭文》 《旭文》 《老少》那些節目 那些 不會喜歡聽《周庸》 不會喜歡聽《商台某些人》的節目 我們如果是一個開放社會 應該是各種不同的形式節目 都應該存在 讓觀眾自己選擇 沒問題的 但是以大班 你也熟悉他 我也熟悉他 以他的思維模式 和這個手段 他不會不想 搶這個網台觀眾 這個方向 我就不知道他怎樣 將那幾個台怎麼運用 我就知道有音樂台 有大聲台 也都見到 他也是招覽了很多 曾經在網台 是開聲做節目主持人 是很有見地的那些年輕人 他有一堆人是招覽了 那可能他是有一個青年台 給他們發揮他們的意見 那也是一個好事 我覺得是 因為其實他現在走到一個方向 就是跟過去傳統主流電台不同的 就是他做很多小眾節目 那有線電視本身 都可以有很多小眾的頻道 很大問題 他們又只是大陸化去做 其實有線電視發展我很失望 因為當初有線電視發展的時候 我跟吳天凱那些都談過很多 剛才我所說 我90年代開始參與這個廣播政策的制定 第一個有線電視發展我都有份去談 有份給意見 當時大家都希望 有線電視發展可以成為多些社區電視台 還有一些小眾的電視台 給人可以製造這個製作 然後就可以在電視台播 你所說的就是那時候發牌條件裏面 要有公眾頻道 但全部都是謊話精 政府又當了不記得他們 又當沒有一件事 全部是基於政治理由 不敢開放 不敢開放 就給了一個空間這個網台 接著就是這個蓬勃發展 但是現在鴻圖大阪那個台的發展 因為他基於用數碼廣播 他可以有好像七個頻道 七個頻道可以同時間播七個節目 七個節目 你可以很針對性的 可以針對宗教 可以針對青年 可以針對婦女 可以針對月曲愛好者 基於你的頻道多 又算電視台會不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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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的失敗 他的失敗導致老蕭成功 所以那個不是媒體本身的格局問題 或者是頻道問題 而是營運和節目的策略問題 這就是我所說的 所以大阪間客的策劃 正是針對小眾的需求 剛才你所說的 他都請了不少網上一些所謂的結束 名嘴 網上的名嘴 就透過這個發展 用來想吸納 就是搶這個網上 很明顯 他的目標就是 就是搶網上 第一 那些傳統那些 所謂電台的名嘴 收費貴 是吧 網上那些過去 大佬全部都是免費的 大佬祝文做到今天都是免費 是吧 跟以前在網上 當這些網上名嘴加入大班 都是有份不錯的人工 我相信 我知道將來一定是 那個人工家一定比網上好 九千幾萬倍 是吧 你找我 但是這個發展可能會令到 傳統網上的電台受到這個威脅 網上電台受到威脅 網上電台受到威脅 是呀 我想不會 我不會這麼負面去看 社會一路進步 環境一路變的 你看到幾年前 我們都不知道有一個理成傳 這個年輕人 可以哭到這個香港大學 搞一些校友的心都up 我覺得香港是一定會人才背出 會的 但是人才背出 你的空間 和你的平台 是會讓人們發揮的 但是今天在互聯網的世界 和我們香港的寬頻 這麼容易得到 這麼棒的地方 自己可以做的 每一個人 你懂得寫字 你懂得開聲的 都可以自己設立一個台 設立一個節目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當你結合到 你的志同度的人的時候 那些很少數的人 加起來就是很多很多人 等於奧巴馬去競選 就是叫那些人 十元 二十元 一百元去捐 但是很多人捐給他 就是很多錢的 就不用財閥給他 當然現在財閥給他 但是香港現階段 你見到網上的電台 突然靠某些人 財政上的支持 就是那裡一關水 所以就要多些年輕人 或者多些有不同意見 要珍惜這個平台 要參與 就不要只離開 就說 你們沒有什麼人聽 喂 那個人不是說多少 而是那些意見 是不是好 是不是真的有建設性 和對制定的社會 和改善那個 是我們收圍的環境 是不是真的 或者有一個幫助 這個重要 我想香港有一個 就是較為不利的因素 就是人口太少太小 就是你用七百萬人口 去支持這方面的發展 可能不足夠 你台灣有二千多萬人口 是不是 你這個美國更加厲害了 那你變成了外國 就是那個聽眾群呢 那個數字的多呢 那令到他財政上的 就是可以這個 可以這個的自我支持 那個機會就增加了 那所以你香港發展這方面 那個就是網台的發展 就是你很難得就有一個 老蕭 虧了整整四年 就是繼續去做而已 因為就是他發了蕭的 還有他是 就是喜愛這個 就是平台也都自基本上 那他想做輿論領袖 那這個就是給他的平台 所以同樣 在扮傳統的媒體的老闆來說 都是的 我就覺得 我要為國民黨 我要為共產黨 我要為哪些人去說話 於是他就扮報 於是他就請一些 他認為是和他同 大家都是理念相近的報人 去和他扮這件事 你將會幫大班開咪了 你會不會好像過去 就是在以前商台那時候 當然就是看到時的partner是誰 我猜大機會就是大班 會不會繼續 那麽批判性 那麽攻擊性 和為大眾發聲呢 我想我的一個宗旨 就是覺得 最重要的節目是有建設性 和聽眾覺得有趣味性 如果你有殺傷力 然後那些是觀眾 聽眾覺得你沒有了道的時候 不行的 那是一個互為影響的 那我不知道大班 邀請我再和他做節目 或者其他節目 整個節目的形式 沒有討論過 只是說 11月 然後就說 11月底 我聽過太多了 所以我都不是當真的 不過我看來都應該不會 遲過2012年 他當然是試播 現在有些人在播 我還在開咪 但是那時候說 你試播 他派新聞機給人聽 現在都在派 但是 不見 你們不收得 沒有什麼 他都派過 早試播 最初派過新聞機 給政客局局長 和立法會議員的同事 後來都說 不如這樣 不收得 不如借用 我買都可以 8028元而已 買我們就不介意買 不過我覺得最失敗的地方 反而是到今天 仍然有很多人說 蛤 我要換個相機 才收到數碼廣播 個個都以為 數碼數碼 我現在的數碼相機 我數碼的電腦 就以為收到 不行的 那是另一個的頻譜 所以那個接收器是不同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那三個設備公司 都未曾全力發工這件事 我又真的覺得很失望 那你幫忙派一下 我派得多少 我揹著一百幾十個中環派 即是你跟大阪拿到的 我們幫你派 好 好 很多家方有時問 大阪大阪什麼時候派新聞機 留給我 那真的很多謝林毓華 跟大家講了一些 關於傳媒方面的歷史 我們都期望 你加入大阪陣營的同事 在節目上 繼續發揮你的影響力 因為我們看了這麼多年 看到這個傳媒的 我開閉神被你打 我哪有影響力 真的 你可以發你的 那些什麼 柔工 可以兩下 搞定它 我們拭目以待 也都期望 你的節目 可以發揮你的影響力 令到在監察政府方面 和未能發聲方面 可以為香港人 是監察議員都可以 是嗎 絕對歡迎 我們絕對 歡迎 給我們機會 透過這些電台 發聲和解釋我們的政策 不同的電台 主持人都說了 永遠不給電話 邀請我們去 這個回應 這件事都是 憶吻開始的 真的 好 希望鴻桃的新發展 令到這個 大氣電波的角色 有所改善 希望多些不同的聲音 在香港共存 現在好像叫做 香港數碼廣播 香港數碼廣播 這個是新名稱 真的不再叫鴻桃了 我們老一輩 經常記住老舊的名字 再次多謝 林玉華 Peter Heng 多謝 我們再見 拜拜